大家好,我是Layan哥 今天是2024年6月3日 又是美麗新香港樓市速遞的時間 今天的標題是長實恐嚇奏效 最近長實恐嚇的是什麼? 就是叫你們這些業主人 不要輕易撤訂 他們就會追這個差價 長實一出口術 其實還未正式追的時候 其實不知長實 其他發展商的撤訂都少了 這件事就是發展商的樂見 為什麼? 因為你不撤訂 他們才有機會拿回未數成交 他們才不用撇帳 對於發展商有得益 市場上是否健康了呢? 就不是的 接下來負資產的數目將會大增 為什麼突然撤訂又和負資產 拉在一起說呢? 大家想知道就千萬不要錯過今集的內容 稍後會跟大家分享一些二手成交 在未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訂閱請幫忙訂閱 請讚好和分享給朋友 有時間請幫忙看完廣告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大家有留意過撤訂數目 其實由去年年中開始 撤訂的數目 一個月就比一個月多 原因大家都知道 因為樓價跌了 所以很多香港人就開始不成交了 即是撤了算數 尤其是建期那些撤訂的機會是最大的 但在5月份 情況突然扭轉了 5月份市場新盤 總共錄得54宗 這個撤訂個案 在上月的65宗 就下跌了16.9% 涉及到撤訂根本 只有4300多萬 當中以洪水橋的燃流 這個News 錄得單日15宗 撤訂個案最多 如果不是長期的15宗 其實5月份 仍然只有39宗 正是長實 突然間這麼多 他都怕了長實 所以就出現恐嚇 就告訴你 業主 你們這樣撤訂 我會追差價 其實長實 不是未追過差價 如果大家記憶 在嘉湖山莊 海日蠔園 明門 都追過差價 所以市場上 不會對長實追差價 有一個奇怪的 其實 Lewis 15 貨撤訂 其中有五房 已經重新出售了 包括了三房的開放式 一間的兩房 以及一間的複式單位 我們就拿那間複式單位來看 那個單位就是私座地下 以及一樓的十九室 這個單位撤訂之前 是1565萬就售出 從售之外 只有1300多萬 如果按重售價格計算 這個賣家 就有機會被追討 只是樓價計算 就是241萬 這個只計算樓價 還沒計算律師費 還沒計算佛式 什麼都還沒計算 其實就不止241萬 計算之前 就被撤訂的 200多萬個訂金 這個賣家 其實在今次的投資上 就輸了差不多500萬 好了 在五月份 我們也看到有一個現象 就是新盤 留花按揭的中數大增 根據經樂按揭 轉介公司的資料顯示 五月份的留花按揭 中數是289宗 比較在四月份的146宗 就增加了103宗 增幅也很重要 增加了55.4% 已經是連升了兩個月 亦都創了19個月來的新高 大家記不記得 以前的新本開售 譬如Yuho West 或者Lufu Nen 有八成是用建築期來成交 現在又是怎樣 又是怕了長實追差價 反正 將來怕樓價跌 你上不了會的時候 怎麼辦 那些賣家提早 就用這個職工 或者叫做360天的上會 無論是職工也好 或者是360天的上會 其實這些也是叫做樓花期 來上會 原因就是 怕樓價再下跌的時候 而這些物業就上不了會 所以現在很多賣家 就不選建期了 直接就選擇 這個職工或者是360天的上會 按揭 在五月份 我們也看到有一個現象 本來買家是選了建築期付款 但突然間就說要提前上會 不是成交 因為你的陳郎還沒交 沒得成交 是提前上會 就向發展商申請提前上會 其實這樣是輸了錢的 第一 你的離隱費 是根據你當時的林藥 建築期的價格 建築期的價格應該是最貴的 那就給了 現在你又縮回頭 其實根據發展商 以前的銷售標準 職工是便宜過建期的 所以其實你的價格應該是便宜了 可惜你這樣改一改之後 你的價格雖然說便宜了 但發展商是不會退回給你的 因為他是要求提前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稅 其實逼幅面前應該會便宜了 但發展商 orders 不ЕТ大 所以想用一個稅 也不能再改回變 即是我這個支出 就不能追回 當你是大了 便會追回來 這個原則就是這樣 這則數據突然由經預計 建築期付款 就用來λ就是即時 這些不是職工 可能人家两年的交楼日期 你走了一年到现在你怕了 那便立即上会吧 那你突然间根据了这个付款办法 这班的买家在五月份突然间是多出来的 那大家都看到了 他们这样做主原因呢 就是怕楼价下跌的时候 他们是上不了会的 因为很明显 其实现在大家都猜到的了 未来的楼价一定是下跌的了 这个是没有原念的 好了 接下来的楼价的数据大减 那为什么一个付资产会推高了呢 原因是因为以前有些人 为计算数据虚 就是供下跌的 不如我就楼价下跌 那有些人在这个买原楼途中 原来自己是没有资格去公楼 或者是上会是不够钱的 那我也是选择楼价下跌 但是现在他们不敢楼价 怕被人追差跌 就硬上会了 问朋友借 问亲戚借 或者再向银行借个P-Loan 来到上会 或者P-Loan 或者影响了你的TU 可能就经一些不用上TU的财务公司 借资金进来 先硬成交去 虽然利息很高 但也希望不要打定 然后就被人追差跌了 那这些硬上会的业主 其实问朋友借好 问亲戚借好 在第二天上会之后 楼价一定会变成负资产 这个负资产的中数 本来是不包括你的 但你硬上会就包括你了 所以中数就会大增 而这些硬上会的朋友 最后最后一成交出 立即一成交出 即会被拼出 虧一成也好 虧三成也好 总之有卖家 终于又拼出来 也影响了一收了之后 这家屋楼价格的跌幅 一定有个深远的影响 既然香港的地产市场 搞成这样 其实我们都没什么可以做 只能耽定一单 买好化身 看好戏 好了,我们来看看那些二手成家 有名色屋苑之称的西貢低密度豪宅奧隆 新近卻有一個蝕釀鋼 這個屋苑一間三房戶 剛剛就要1180萬沽出 比較在7年前的價錢蝕了360萬 或者變值了23% 今次成交的單位 就是西貢清水灣奧隆 十九座中層D室 上面則是903呎 是一個三房連一個套房間隔 望遠景 業主早前是1270萬 但一定賣不到 要減到1180萬才有成交 實用面積的赤價是13000尺 屬於近來最新的低價錢 而業主在2017年9月 以154萬賣入單位 今天持貨7年 賬品是360萬 單位期內貶值了23% 這個屋苑為何被稱為明星屋苑 因為有很多明星屋苑都居住 我們數一數 有袁偉豪和張寶怡夫婦 商台的DJ少爺占 歌手關志斌 TVB的時帝王浩信 和周柏豪 都是奧隆的業主 大家有沒有發覺 明星是喜歡住勤洩的屋苑 除了這個屋苑的勤洩之外 最出名的就是大埔比華利山 每個人都輸錢 還出了個比華利山騙子 騙了一群明星就一幾血了 而收市場繼續以這個蝕樣盤作為主導 尤其是在這個重災區 載薛康城 我們又看看載薛康城 一個LP式的一房單位 剛剛以406萬沽出 成交價比放盤價值低近300萬 原業主持貨六年 輸了85萬 這個單位就是五座中層二室 實用面積是316呎 是一個一房間隔 可以看到內容景 業主很大想投放盤 以700萬來叫價 當然是賣不到 最後減到多少? 減到406萬才逆手 之後分的赤價是1200多元 其實1200多元 跟他們當時的開售價 都有167萬 輸得很重要 這個業主在2018年9月 以491萬買進來 持貨差不多六年 今次輸了85萬離場 今個星期沒有太多重頭新盤 唯有拿行地 這個紅磅重建項目 這個對Hedden來看 今次去這麼短目 原因不是 是否可以一Q清的問題 是調轉 究竟可以賣多少貨 賣多少貨 我們要看看收票情況 這個 直到這個昨日為之 總共錄得有240票 如果以手中的價單 922貨計算 就超額了1.6倍 240票 大家計算一下 除8票 通常都是一開8票 實際上只有30票 那你30票 你怎麼搞呢? 我相信 它應該會接近500-600票 即是最後收完之後 除8票之後 其實也不足100票 那你怎麼賣呢? 其實最後買了多少貨 我用了個位很壞 算了,我用了多少十貨 不要用個位 多少貨或者多少十貨 星期六大家會結中 如果大家不知道 這個對Hedden的位置 或者附近的環境是什麼 我對上一條影片 就帶大家去看看 這個對Hedden附近的環境 大家最重要留意附近的商店 到底在賣什麼 不吉利的東西 就不再說太多了 那大家看一條影片 就自己各自感受一下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多謝大家收聽 和收看先 拜拜 了app craving 小明星期明 quin